有时候听您的就是给人家说 说您的那个 你们那些啊 Foundation不够 就是那些大悲咒跟心经不够 还有就是说那些小经念上去就没有什么效果 但是那个 我只是听你说 您说让他们增加心经到21遍 但没有听到你说 要大悲咒要增加 是同时都要增加吗 还是光是增加 因为大悲咒是这样的 大悲咒真是增加能量 如果这个人还没有修的话 最好不要让他增加这个能量 因为有些人很会骂人的 修没修的不好 大悲咒一念的时候 他骂出去人的话 对方就受害了 哦这样子 比方说这个老公一定会骂女人的 他自己修没修的不好 刚刚开始念经 然后你叫他经常念大悲咒 他发起脾气的冲着老婆骂的话 老婆一定受伤的 明白了吗 明白 等于说所以就台长就说 比如说有些人想要一些 比如说那些小精要有点效 他就让他们增加 心精也是可以的 对 心精比较比较融合的 是化解一些麻烦的 那等于说就是防悲咒的话 心精也是算打防悲咒的了 对对对对对 两个同时增加的话 如果有修的话也是还可以对吧 对可以 有时候念大悲咒 才讲说会跟明星打架 就是有跟明星打架的意思 那我们在念大悲咒 比如说治一种恶病 然后或者用大悲咒去擦室的 那个生病的部位的时候 会不会也出现 有跟明星打架的这种 可能性 实际上很简单 这个问题很简单 如果你在念大悲咒的同时 如果你不念小房子 不念礼佛大才会文 你单单念大悲咒 那就会像你所说的这种情况出现了 好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那我们在拿大悲水擦室 或者对着生命部位 念大悲咒的时候 心里应该想什么呢 你不要想 这个时候请关心 不再帮你治病 跟他问那些灵性 没有关系的 这些灵性的问题怎么还 你是通过念小房子 还念礼佛 大才我们再还他们 你只要在治疗自己身体的部位的同时 又在念礼佛 再念大悲咒就没有关系 听得懂吗 听得懂了 台长 谢谢台长开始 台长真的是很感恩你们 你们在这么远的地方 这么好的红发 我希望你多多的努力 多做点功德 听得懂吗 功德不够对吧 台长 就是说 度人还不够 大悲咒就说 四十九遍 像就是他那个 身上长东西 对 那就是什么情况下的话 可以念到四十九遍呢 任何情况都能念 大悲咒是多多益善的 但是呢 你现在人脾气很大 那么你感觉到你经常控制不住自己的 就少念一点 因为为什么你有时候念的太多 你跟你丈夫啊 跟你家里的孩子吵架的时候 突然之间这么一下子的话功力很强 对方会吃气的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听得更明白了 也就是说那个自己能量加强 可能上他别人的时候比较厉害 一定是的 念其他性能的时候 要念大悲咒 对吧 对 要增加自己的能量 然后呢 这个我念的大悲咒 是不是应该加在功课里面 或者在念小房子的时候 先念大悲咒都一样吗 都算在 计算在数字里面吗 应该是一样的 一样的 就是我就先念这个大悲咒 对 然后呢 刚才呢 有一个问题就是 在医院里工作 或者是什么 你说刚刚跟那个同修说的是 要增加能量的话 多念一点大悲咒 然后呢 这个大悲咒多念的是什么概念 因为我现在念的是什么 多念的很简单 你比方说你今天吃个早饭了 多吃一点 那么能量增加一点 对不对啊 那么吃完中饭之后 再吃一点点什么什么单身片 再吃一点点那个什么补品 香参 到了中饭又吃 那不停的增加能量 就这个概念 这个就是我 我是这么想是不是对不对 然后我现在就是我有自己一个数字 我念十一遍大悲咒 然后就是我要增加我的能量 在这个十一遍上再增加一点 对 道医啊 墓地啊 还有火葬茶 一般只能念大悲咒是吧 对 念大悲咒是 这个是给自己念 还是是什么了 不要给谁念 你就嘴巴里念的 就没事了 就嘴巴念就行了 哎 你要是念念当中 好像防止人家 挡住那些鬼来搞你的话 接下来你就得罪人家了 明白吗 就念就行了是吧 对呀嘴巴里念 不要有任何想法 嗯 哦哦 那我弹上那个部分呢 这有一点 呃 有些时候感觉有点痛 不知道为什么 哎呀当心啊 像这种毛病一般的 如果你吃活的东西太多 那是脂肪肝 哦 我我是吃素哦 你吃素的话 对不起 肝硬化 年轻的时候营养不良 我不知道 因为我也是检查 我不知道是肝 还是肝 所以我不知道 我告诉你肝就是肝 肝就是在肝的部位 生死在后面的 是吗 是吗 它是在小 小座的那 那位置 对了 那就是肠胃 现在这个东西呢 你自己去查一查 另外那 我就告诉你 像这种 如果你要房子 你就主要是 最怕就是生癌症 所以你每天 如果您四十九遍 大肥子 就不会生癌症 12年以后 是不是可以在路上 可以一见大肥子 完全可以 可以是吧 完全可以 比如说大肥子 二十四小时都可以 当然 二十四小时都可以 大家 我上次创见过你一次 然后你说我身上 阴气很重 在哪里啊 在那个 东方人啊 对 你说你阴气很重的话 你就要多念大肥子 因为阴气太重的人 第一 容易阴风 就是直接晒入你的骨头 实际上什么意思呢 就是阴气啊 进入你的骨头 那么阴风 进入你的骨头的话呢 可能跟你做医生有关系 因为你接触的病人呢 很多人身上都有灵性的 所以你有时候 看见这个病人 你会觉得很不舒服 有时候你会觉得 这个人怎么这样的 好了 你就受到他的阴风了 所以你必须要多念大肥子 明白吗 增强自己的能力 增强自己的能力 因为做医生 很容易被对方的阴气 就是侵入的 所以很多医生 为什么研究什么病的人 为什么就会死于这种病 对对对 因为他接触这种灵性多了 是的 以前我是神经内科的 我们科技的医生 老了以后 经常就会生这种方面的病 对了 因为他都给人家看这种病嘛 对对对 那么那些灵性心想 好你给他看 好你既然还债了 他就到你身上来了 对对对 那你这个医生就变成精病了 对 明白吗 以前我们都在讨论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 我告诉你 过去多了 经常给你看心脏了 最后死于心脏病 因为看心脏的话 他心脏上有很多的灵性 明白了吗 所以心脏上这种灵性心想 你要给他看好 我来叫他受报的 你给他看好 你给他看我找你啊 那他就找他了 找他了吗 你的心脏就不行了呀 要自己要自己 所以做医生 虽然是一个非常有功德的事情 但是要医生要学会保护好自己 对不对啊 对 很简单 你做医生 为什么很多医生要戴口罩啊 对 因为他打个喷嚏 好了 你一天接触十个人打喷嚏的话 那你肯定就打喷嚏上风了 对不对啊 对 太太说的很好 太太我觉得我自己心颜比较小 对了 讲都不要讲了 心颜小的话 很简单 有两种情况造成的 一种就是前世 前世 前世心颜小 今世照样心颜小 那我应该怎么修呢 多念心经啊 心经 我每天要念二十一次 二十一次 以后慢慢多念一点 明白吗 你要经验小的话 实际上就是参敏感 very sensitive 是的 你实际上就是学博的人要大度 为什么呢 我们要学大海 就永远是最大的 但是又是最低的 把自己看得低低的 你看大海哪有高的 全部都是低下的 对 所以我们的心胸就像大海一样 要低 然后呢要大 要宽大 而且呢人家说什么 你不要太在意 对对 那你这个人就活得很舒服了 这个事情呢 跟你先生也有关系 因为你先生这个人 也是很敏感的 对对对 你怎么知道 台长 那你否则不要打电话找我呢 我一打电话 我家里什么你都知道了 那你否则找我干嘛 我儿子也这样很敏感的 我告诉你 你两个人敏感 儿子会不敏感的 哎呀那怎么办 多念心经 多学佛 把台长的白话佛法好好看看 我每天都看 你一定要看 睡觉之前都要看 他让你能接到台长的气场了 嗯 你知道他们美国心理学的一生都是我的弟子啊 啊我知道 啊 很厉害的 他们美国的心理科是在全世界最高的 嗯 所以我告诉你他们都非常非常精进 嗯 我这次跟他们很多教授 我在哈佛大学跟他们很多教授聊了 嗯 哇 他们都 他们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嗯 嗯 他们问的问题啊 都是非常非常深的 嗯 啊就是关于全佛的人的心 嗯 人为什么 同样是人有善心 为什么他又有恶心呢 嗯 啊 那台长就告诉他 人有本性 嗯 啊有内心 还有外心 嗯 内心就是你本性很善良的一面 嗯 就是你的良心 而外心呢 是受到这种外面的污染的心 嗯 就是嫉妒心了 称恨心了 贪心了 嗯 痴心了 嗯 听得懂吗 听懂了 嗯 然后人就不一样 对了 因为 因为本性是好的 但是外心让你的本性受到污染了 嗯 明白了 明白了 嗯 那 那我自己念二十一次哦 以后增加的更多 对 现在我儿子六岁多 他每天念七次心经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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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告诉你先生 我帮你一念 你就升职了 嗯 你要告诉他 你不告诉他 他以后对你 对你不支持的话 你就麻烦了 他支持我念 啊 那就可以了 嗯 你看连福布斯都信佛的 嗯 听得懂吗 嗯 好了 好的 嗯 关一点啊 自己做一生很好的职业 但是要绝会保护自己 嗯 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你怎么救人啊 嗯 是的 你整天生病的话 你说你怎么给人家看病啊 嗯 太长要是身体不好的话 怎么救人啊 嗯 明白了吗 嗯 明白 对孩子一定要好好教育 哦 我有时候脾气比较急 对 你一定要好好教育 这是我讲的每一句话 你都记住 太长都是 都是有这方式的 嗯 明白吗 一定要好好教育我的孩子 对 因为你的孩子 你不教育好的话 你会有问题的 哎呀 你以后会为他很疯狂的 哦 我讲到这里 我只能点到为止 哦 听得懂吗 哦 太长那我应该 要让他多学点中华文化 嗯 要学点中国过去的这种鲁家教育啊 孔闷之道啊 嗯 然后还有佛家教育思想啊 嗯 这样的话让他懂得孝顺 嗯 啊 不要完全ABC啊 嗯嗯 明白吗 嗯 好了 好的 好的 太长 谢谢你 好好努力啊 哦 好的 再见 我每天早上是八点钟进香的时候 六点钟我就进香的时候 早上给你念大杯 但是我早上不能跪 我都是进晚香的时候 都是跪着给你念 哎 嗯 早上念 哎 没关系的 这个没关系的 哦 师傅我就想问问 我能不能帮你念小黄这样 实际上你们帮台长念 实际上实际上就是在接台长的气场 台长哎 你不是我你不知道我帮你练的时候 我全身发热 拿上来了 实际上你以为你在帮我热 帮我练啊 你傻的不太了 实际上就是在跟台长介绍技巧啊 这个都不懂啊 嗯 我知道 我感恩师傅 我一直 为什么 我师傅 我一练大杯这个时候 全身发热 我练 练大杯这个时候 眼泪就想下来 嗯 心静的时候 全身又发热 对啊 嗯 这完全正常的 正常吧 嗯 我练那个礼佛的时候啊 我也是吧 就是全身也会发热 以前练灰 所以元泪下来 现在练的全身会发热 嗯 完全正确 没问题 我还说 我跟师傅是不是有缘啊 我从香港回来的时候 我打了三次图腾电话 再加上这一次 嗯 哎呀 好多的问题 就是我 就是说 忧愁太多啊 就是11号 我前面就打通了 就是想话太多 太多 我求打次大杯 关系 我就是练心经 求 行不行啊 可以的 应该这样求啊 但是你说 我心脏太虚弱了 这个怎么字啊 心脏太虚弱 就是人家血气 气血不通 嗯 气血不通的人 就是阴气比较重 嗯 阴气比较重的人 要多塞太虚弱 还要多念大杯咒 那我现在是27点大杯咒 你说够不了 要不要够 是你当时 你说呢 帮我调的 你说呢 你有调节吗 最好念到49遍 最好了 每天念的 七八章小黄 对 啊 没问题的 经文一定要加强 明白吗 好了 啊 对啊 你现在声音 突然之间很轻了 我都听不到你声音啊 对 还有了 听到的 就是我中气不足 也是要加强大杯咒 哦 嗯嗯嗯 中气不足就是气虚 气虚就是阴气重 嗯 嗯 哦 像阴气重 我主要是不能晒太阳 不能吃井类的东西 哦 难怪了 你阴气这么重 那就中气大杯咒怎么可以吧 嗯 没敢念嘛 不是说他身上的 啊 要念要念 没问题 哦 我念大杯 那我往生咒现在要不要 师傅 我的 我的经文是不是一直这么多念下去了 念下去啊 啊 念下去 哦 我念礼佛 还是有酒店往生咒 嗯 好吧 好 嗯 没问题了 这个大杯咒 有 有 多人 我看他 他那个心音很原来不太有料了 那那心的念还是按照的 呃 大杯咒是吧 祝银是吧 嗯 对对对 因为我现在也不知道他们是 呃 一般的呢 都是以更新的为准吧 啊 基本上大杯咒没什么变化了 一两个字吧 大概是 嗯 嗯 嗯 好像就是那个 人在那 然后现在就在那 对 当然一挪了 好不容易 当然现在跟着现在的 不好了 当然应该你挪了 还挪多 嗯 啊 好吧 那就是以前认那 认识那 有没有关系 认识 认识 哦 没关系 有一次晚上吧 我我我我我 呃 我躺在床上 就听您的那个 那个节目录音 然后分店的孩子吧 突然的就那个什么 乱说话 说的话吧 我听不大懂 听不大懂以后吧 我就抱着孩子 我就不不足的 就念那个大杯咒 对 那个大杯咒 那个孩子就 哦哦哦 就这样很害怕 就不让念 但是孩子他还没醒 但是我感觉就不像是孩子 然后我当时就想 哎 念21张小房子 念21张小房子 孩子就就没事 然后就得了一场病 哦 也不是一场病 就是有点感冒那种 身体免疫力下降了 那念完小房子就好了 太长 这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上的 这还不懂啊 这还 这这这这怎么最简单了 这种是常规的东西 就是说 当当一个孩子身上 突然之间有灵性上去之后 你给他念大杯咒 他这个灵性是怕 怕菩萨的 你听得懂吗 嗯 你念大杯咒 等一在打他 在骂他 把他赶出去 他怕的 他当然会叫了 他就不要你念了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但是你要是 但是你要是跟他说 我念了这条小房子给你 他就 他拿了小房子 一位同修 他是公安 呃 他在办案的时候 即将去案发现场 能够接 会接受很多不好的 这个事物 他想请教师傅 应该如何防范 实际上啊 在办案的时候 就是说那些罪犯 神之以法 那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那些罪犯 的确是在 啊 骇国 啊 骇民啊 对人民不好 那在国家犯罪 这都是不好的 那么像这些 神之以法的时候呢 就是说自己会接触到那些 比较阴的地方 那么像这些情况呢 因为 因为那个 宗教信仰 这是国家的宗教自由 所以我也不敢讲 像这些情况呢 实际上家里的人 如果信佛的话 可以给他多念一点 大杯肉 让他增加一些能量 那么 至少说 对不相信的人来说 对他的一个祈福 能够让他比较 各方面顺利一点 能够不要沾染上 一些不好的东西 那也是一个祝福吧 也是个好事情 明白了吗 你知道了 因为他本人也念小房子 他经常看见死诗之类的 就是说他自己 给自己多念一点 大杯肉就可以了 是吧 大杯肉一定要加强 明白吗 不管家里人或者谁 反正都要给他 多念大杯肉 都是好事情的 明白吗 你知道了 你才讲前两天 我梦见您了 我梦见您在一个 很小的屋子里面 然后坐着一个 桌子的 靠着墙 您前面有一张桌子 然后我坐在您的对面 我的身后呢 有好多的重修 然后我在桌子前面 放了两只小碗 就是吃饭的碗 然后我就问您问题 我说那个师傅 那个我们念大杯奏的时候 怎么能知道 灵性走没走呢 然后您就没理我 就挺严肃的看着我 说你坐好了 我的下的晚上好一大堆凳子 然后我就放了身子 坐在一个凳子上 我就又坐了坐 坐了坐 我就把其中的一个碗呢 就给了身后的一个同修 他就接走了 我说那你把这个碗也拿走吧 好像那个当时的意志中 好像是您回答的问题 都在这个碗里面 然后我把第二个碗呢 也给这个同修 这个同修就没要 然后我就又问您 我说师傅 那个我们念大杯奏 怎么能知道这个 灵性走没走呢 您严肃的看着我也不回答我 我就想我是不是 你点做错了师傅 嗯 是这样的 你已经做错了 就是说你已经 拿大杯奏来去鬼了 听得懂了吗 拿大杯奏去鬼 就是说家里有灵性了 然后呢 你念个大杯奏 大杯奏是赶鬼的 你没有给他做小房子 你而且是给他念大杯奏了 所以你这个大杯奏 一定用的不好了 是吗 我应该念小房子 可是当时我没有意识到 家里有灵性 我也没有说 这个梦就是很简单 讲给你听 就是师傅讲给你听 你不能拿大杯奏 经常来对付这个 对付那个 包括对付灵性 明白了吗 哦 知道了 我本身的性格是比较 比较懦弱 就是你不爱说话 然后有时候别人总会欺负我 我也 我也就是忍着那种 那我是不是应该多念一些心经 大杯奏 多念点 大杯奏 大杯奏就增加自己能量 明白吧 明白 懦弱的话 懦弱的话有两种 一种是真的人性上的懦弱 还有一种 是通过学习修心之后 人感觉到事事无常 我不愿意跟人家去争 不愿意跟人家斗 这个不叫懦弱 这叫智慧 明白吧 你现在是懦弱 因为你是 完全是自己没有开智慧的那种 牵强复合 完全是放低自己 念经的时候念不在心上 家里 家里有房子吗 有时候柜子里 柜子有声音啊 或者是 盘子有声音 有声音就念不在心上 这个怎么办 这个怎么办 很简单 轻轻的放大杯奏 听不懂啊 念大杯奏 先念大杯奏 或者先放大杯奏 然后再念经 那我以前试过 就是大杯奏啊 或者是放台长的录音啊 或者是台长的视频啊 或者是反正都试过 或者是面对失眠 不是要背着失眠 不是要念大杯奏的 反正我都试过 都试过 还是觉得很害怕 很害怕是吧 很简单 那是你心有余积 你不要怕 有什么好怕的 念经啊 念经自己 我告诉你 大杯奏去鬼神 大杯奏我念的27遍吗 念吧念吧 没问题的 不要怕 反正我念出来的经文 小房子质量很不好 念出来质量很不好 就是人家在边上要的急啊 我念了一百多张 这房子的药品 人念了一百 一百多张 不知道都收到了没有 这个看图灯的 你继续念吧 没关系的 念到一定的时候就会好起来了 就像很多人伤风感冒一样 天天吃药 天天吃药 怎么还不好啊 它到时候就好了 听不懂啊 那台长 那是应该是收到了 是吧 不可能收不到的 哦 那就可以 他又说 台长 比如说 比如说 人家吧 不是有的人家 大部分人家 有这个房子要 真的 有的人念经就根本不害怕 再有多大的东西 动经都不害怕 我就和别人不一样 一有东西 马上就念不下去了 就心不在焉 就根本害怕的 我已经跟你说了 叫你大悲就轻轻的放 你这里归这里念经 就可以了吗 我以前的方法都试过 不是啊 你一边放大悲就一边念经啊 听得懂了 就是大悲就一边轻轻的放 不要关掉 这里嘴巴就在念经啊 队长 那房子的药经就 我再念很多 多少张小房子了 这十年 你那他没声音为止 你就七张七张念也没关系 我是十七张 十七张 因为梦境里面出现个 两个药经者 在敲我家的梦 一个 好 明白了 那两个鬼啊 二十一张一个吧 是再念多少张 二十一张一个 不停地念 我想我那个晚上睡觉啊 就是两点到五点 就这一段 就特别容易醒 我想问问您 如果我这段时间醒的话 我是放点什么东西 听一听比较好 是放您的白话说法 还是放 醒了之后 请问你最好放大悲咒 大悲咒 半夜里是吧 半夜里啊 对对对 我就这段时间 这一段就是从香港回来以后 又容易醒了 那你就 那你就放大悲咒 轻轻的放 好吧 好的好的 我之前看佛教的动画 就是大悲咒 陀罗尼里边有讲 说 关世音菩萨讲 念大悲咒 可以消五逆十恶 而师父讲 念功课 是给自己增加能量 消业还是靠小房子 是不是功力 大功德 多的人 他念功课 也是可以给自己消业 而我们这种 没有什么功力 功德又小的人 只能靠小房子消业 功课 只能增加能量啊 你这话 根本讲错了 我就讲给你听 念大悲咒 不但能够消业教 还能够增功德 这个是成正比的 听不懂啊 我举个简单例子 吃了这个药之后 不但能够把你病治好 病治好了之后 是不是身体好了 是 有能量了 不一样的 啥姑娘 因为之前我看到师父 一个问答的开始 师父讲念经是给自己 增加能量 消业还是不认为防征 就是比方说 它有两个功能 师父在这个方面 就讲了其中的一个功能 师父 你好 师父 祝你生日 首先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感恩师父 我真的很激动 师父 昨天我们帮你去放生的 我们上海 一大巴士的人 去给你放生了 然后不是我们上海昨天 不是阴天吗 去的时候还得下雨 后来去放生了一个 阳光 佛光普照 谢谢 师父 不好意思 我想问你有几个问题 问你 师父 我现在的功课 你不知道 这样做 对不对 师父 你听见吧 我听见 你说吧 我不是每天 四十九遍 大悲咒 四十九遍 心经 你说我现在还要四十九遍 大悲咒 你如果不想自己 生癌症 或者你感觉自己以后会生癌症的话 或者你感觉你的业障很重的话 那你最好 或者你碰到你三六九有结束的时候 你最好四十九遍 明白吗 嗯 好了 那解决这也是四十九 我今年四十九 对的 对啊 自己知道有这种结束了 你还不好 你也还问我 有什么好问的 我现在还是四十九遍 我就是不是 我想问师父 不知道要改不改 不能改 我告诉你 自己心中有书就可以了 好好的修了 嗯 好了 你不是说过 希望有一天 好像一踏出门口 在街道上就 希望看到很多人都一起来念大悲咒 嗯 那 我也希望 我这边的国家 他出去也是那些佛教徒就念大悲咒 嗯 如果 如果每个人 很多人都在念大悲咒 我们发出了这种磁场 真心的在念的时候 我们发出了这种磁场 他 他能好像 嗯 把那些 坏的 那个磁场改变吗 现在不是好像 那个 嗯 人心向下 到处都是灾难啊 嗯 你说呢 否则念经干嘛 你说都是 你说如果这个世界上都是好人的话 你说 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好 还是越来越坏了 嗯 像我们这些 好人所发出来的那个 磁场 可以帮到那些 呃 即使他们不是佛教徒 也可以帮着 改变那个气场吗 我问你啊 我问你 台湾上次到 上次到台湾去 台风走掉 那么 没有受台风影响的人 全部都是佛教徒啊 你说其他的 其他的宗教的人 有没有受到 受到 受到这个 这个 好的影响啊 哦 哦 好像 好像 最近不是那个 什么 中东那边 砍人头的这种事件吗 嗯 这种是魔的事是吗 对啊 当然了 就 就我们这些 在念大悲 就有这种 能改变 可以帮到那 那一部分 好了好了 先改变改变你自己吧 哦 帮你自己改变改变吧 你现在 现在不要说人间了 在地狱里边 有这么多坏人啊 你去救啊 哦 OK 啊 台湾上 我问 快噢